来吧朋友们,今天为大家用蒸笼剪,解剖一个海盔 我也不知道为啥这海盔剪开以后里面也是黑色的 同样也出现了这样的小甜甜圈 这个到底是啥,有没有老铁认识的啊 咱家老铁能不能给我这个可爱的小朋友给个双斤呢 关注我,看我马上赶下直播 来吧朋友们,离得老远就发现在沙滩上有个漂亮的大贝壳 我那个去是真心的白,谁曾想里面藏了个八爪鱼 嘿嘿 搞到最后我他搞出来,贝壳都搞碎,也没给他拽出来 这活干了费劲啊 嘿嘿,别的小朋友都有双鸡啊,我这个小朋友都没有个双鸡 关注我,看我晚上10点,海岛直播 来吧兄弟们,贝壳碎成这个样子,这八爪鱼还没出来,这吸盘吸到最深处 我来去牢牢的吸住了啊 我手也割破了,也不知道家伙是干了啊,就拽他,贝壳碎了就碎了吧 有你手机还有3%以上的电,请给我一个双鸡,关注我,看我晚上 外海岛直播 来吧兄弟们,中午在海边拍断的时候,发现一位大爷手里拿着一只海鸥 他说是在船上抓的,准备拿回家里咬着,我跟他说啊,我说你也咬不活,你给他放了吧 嘿嘿,在我的一番请求之下啊,大爷也同意,给他放声 拍这个段只为记录这美好的瞬间啊,如果你喜欢的,请给个双鸡加个关注吧,看我每天干涉直播 哈喽兄弟们,有老铁私信给我说说八爪鱼的牙长在哪什么位置啊,今天给大家看一下,八爪鱼的牙长在这个八个爪子的中间位置啊 隐藏似的,一挤就出来了,嘿嘿,忽来说视频中这个亚红支架的大黑手啊,摸过机油的,这双手不是我的手,如果你喜欢的啊,请给个双鸡,关注我看我干涉直播 来吧兄弟们,这两天我是在一个岛上直播的,名字叫海螺岛,顾名思义,啥不多就是海螺多,嘿嘿,看看密密麻麻的,一剪就是一大桶,这些黄色的跟塑料花似的东西啊,是他下的暖 如果你喜欢的啊,请给我一个双鸡,关注我,看我晚上十点,户外海岛直播,海螺暴通 来吧兄弟们,岛上的风景好,通话这石头也不简单,看看这被风雨侵蚀的,我那个去,一个一个眼,挺有艺术感的,我手里拿的这个东西叫野豹啊,也叫海虫子,长得挺像豹鱼的,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 有的人一进来就会给我双鸡,哎呀有的人不给,不给那就算了,关注我吧,看我直播 哈喽兄弟们,有老铁私营我说想看八爪鱼挤牙的视频啊,今天正面找了一条八爪鱼,给大家挤挤看看,嘿嘿,看吗,黑黑的,咱给它用力挤出来,还带拉丝呢 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会给我双鸡,有的老铁,旧不给,旧不给,旧不给,旧妈在不在,旧妈给一个,关注我 来吧兄弟们,昨天晚上在海边,偶遇一只螃蟹,拖着一条海参,要回家吃啊 你可真是狮子打开口,你就不怕捕出血来,这海参有点小啊 但是再小也是块热物 如果在你双鸡不卡屏的情况下,请给我个双鸡,关注我,看我今天晚上九点赶紧直播 来了来了,昨天挖了谢谢,看看有没有食物啊,呦,我都看见了一条啊,两条 三条,呦,这条活力好大啊,这么滑 如果你的手机还有3%以上的话,请给个双鸡,如果那双鸡完了关机的话,那就不要给了,关注我吧 来吧兄弟们,黄蟹握纱,相信很多人都看过,但是这只鬼头蟹握纱有点与众不同啊 倒退着我,一蹶屁股一挺,一蹶屁股一挺,咋的,你是只顾屁股不顾头,是不是 在你双鸡不卡屏的情况下,请给个双鸡,如果卡屏的话,那就算了,关注我吧,看我晚上12点赶紧直播 哈喽兄弟们,欢迎来到自买自华的节目,我是门主持人葫芦啊 偷偷的把家里二大爷的酒屋给他拿来了,撞了个大货,就是八爪鱼 嘿嘿嘿,希望我洗干净以后,这个酒壶里不会有八爪鱼的味道啊 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会给我双鸡,还有的那些就不给,就不给给个关注吧,看我下午3点半干 哈喽兄弟们,有没有认识我生活这群小可爱的,有的人就他水母,有的人就他海直啊 一个个长得跟玻璃球似的,这东西的出嘴是有毒的啊 有的人碰到他是红种一片,还有的人碰到他是安然无恙啊 如果你同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水母群的话,请扣个一给个双鸡,关注我,看我下午赶海直播 来吧兄弟们,每当大海退潮以后,总有些海鲜会遗留在沙滩上,回不到大海深处,他们就就地掩埋自己,就例如这个象马蹦,生了这么长个鼻子,我只看不见你撒地了 哎呦,我去,还要喷我,你胆子可真大啊,如果你喜欢的,请给个双鸡,关注我,看我晚上赶海直播 哈喽兄弟们,今天不挖海会,教大家如何清理海会,拿剪刀给他从屁股冲开,将里面的淤泥还有污渍给他捋干净就可以了 海鲜非常的适合,拨汤还有红烧,味道特别的鲜美,还有滋阴不顺的功能,嘿嘿,咱就不给大家吹了啊 能不能给我这个可爱的小朋友一个双鸡,关注我,看我直播 哈喽兄弟们,如果你点开这个视频,一定要看到最后,后面有惊喜,嘿嘿,在海边偶遇一个象鼻子,咱给他挖出来,窝了个去,好大一个象拔棒啊 如果喷水的话,请给个双鸡啊 我,我都吹,嘿嘿嘿,双鸡,双鸡,关注我,看我赶海直播 哈喽兄弟们,今天我们来做个小实验,看看海参和老抽放在一起会有啥反应 我的个妈,这反应挺大呀,海参开始缩水了,嘿嘿 咱现在在做小实验,能不能别碰他啊 如果你手机还有5%以上的电话,请给个双鸡,没有的话就算了,关注我,看我下午3点半赶海直播 呀,好长时间没给老铁整个巴掌鱼钻屏的视频了,甚是想念,今天给大家整一发,嘿嘿 巴掌鱼进水的那一刹那,这水喷的跟天女算花一样,甚是漂亮啊 如果咱家老铁的手机还有5%以上的电话,请给个双鸡,没有5%的话就算了,关注我,看我下午赶海直播 来,我兄弟们,今天给大家解剖一个新鲜的大鱼鱼,吃之前先把那个牙给扣掉 听说这里面有特别多的墨,大家看看到底有多少,拿剪刀给它剪开 我的个妈,这个墨不是流出来了吗,我的妈,这圆圆的是啥 双鸡双鸡,关注我,看我今天晚上赶海直播 哈喽,兄弟们,今天来个深度解剖巴掌鱼啊,给它清理一下啊,拿剪刀给它头部冲开 入眼的第一木就是两个小白白的,那就是巴掌鱼的大米啊,非常的有营养啊 摘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,我这个墨被我摘碎了,满手都黑了 老铁们,给个双鸡行不行,关注,看我赶海直播 老铁们,给个双鸡行不行,关注,看我